现在不只有返乡青年回来当农夫 在玉璃镇有返乡青年从做烘焙找到自己最要做的事 玉璃在地青年增玄增 虽然没有店面 但是靠着网路行销在玉璃地区也打出五个后甲名号 烤箱里面热腾腾又蓬松的巧克力布朗尼 颜色饱满看起来可口 等不及要咬上一口 这是玉璃镇上无店面的甜点 是来自玉璃在地的年轻人增玄增动手做 虽然没有店面 但是靠着网路行销在玉璃地区打出了五个后甲的名号 今天就是走一个品牌的路线 那我就要一个非常有试试的 我看到他我就知道是什么 这也是一种 然后就是我乡学帮我画 那我现在就是小小的做开心 这天还有玉璃高中电子商务科二年级的学生户外教学 学习如何透过网路行销自己的商品 热爱分享的曾炫真还拿出了两件的绝火 把自己爱吃又卖最好的商品分享给学生 不仅教他们制作还分享平常在社群网站的各种贴文 学生也都非常有兴趣 轻轻地拿然后将上下左右绕全 可是这个要打一个时间 所以你们等一下可以交棒 OK好 做过不少工作的曾炫真说 藉由工作慢慢地找出自己的兴趣 或者是找出自己想要什么 会做甜点除了自己本身爱吃之外 家里突然也出现了一台烤箱 于是自己动手做做看 没想到一做就陷入到了甜点的世界 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医院 然后医院的工作它就比较严肃一点 但我觉得可能比起我的个性就是有差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我尝试着做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做吃的 所以我那时候不知道是怎么 我就看到家里有烤箱 我才开始想说尝试做好 后来才发现说 我真的很喜欢做这件事情 现在除了在网路上曝光之外 也在朋友的中式餐厅里面注点 来分享自己的甜点 曾炫真说从透过做甜点 发现自己喜爱的事情真的很幸福 他也笑着说虽然过程很辛苦 并且在乡下要推广甜点是需要时间 更要经营 但是坚持下去一定会尝到甜头 记者高雄双玉镇采访报道